据央广军事12月14日报道 12月17日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即将入列一周年 近日山东舰正航行在远海大洋执行训练任务 甲板上的坚衣武舰载战斗机 也许多天高频率在山东舰起降 甲板上的痕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坚衣武完成了最大架次出动回收等科目 2019年12月17日 我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交付海军 全号为17的国产航母山东舰 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入列 这一天注定成为中国海军发展史上 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因为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 2020年5月25日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于5月25日离开大连造船厂 出海执行军事任务 这是山东舰入役五个月来的首次航行训练 标志着山东舰已经初步形成战斗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为最大限度消除疫情对军事训练的影响 山东舰党委坚持疫情防控和训练 试验两手抓两不误 采取小专业集中训练 大专业分批训练组续方式 抓好单兵战委部门的专业训练 火热的练兵场面在该舰随处可见 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郭强大小介绍 根据年度试验计划安排 中国海军正在组织山东舰进行海上试验 结合开展相关科目训练 此次训练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提高航母训练水平 进一步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坚硬武舰载机的研发研制现场 总指挥博扬 在执行任务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相信山东舰入列一周年 这一天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慰藉